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Tim Music提音樂的頻道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有關於 演唱會和音樂季 工作職缺啊 或是等等之類的一些小知識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 讓我們開始吧 Let's go 那在台灣有很多的音樂季嘛 比如說像是 覺醒 大暖季 或是火球季 或是像 大港開唱啊 共聊海洋音樂季啊 或是等等等等之類的 好 那最近它裡面的工作項目有如何呢 讓我們來一探究竟 那首先呢 它最主要的一個一定會有 主辦人 或是主辦公司 或是主辦團隊嘛 對 那接下來 活動總會有 需要表演者 那就會有 藝人啊 藝人統籌啊 藝人接待啊 現場翻譯等等 如果你是外國團隊的話 對 那接下來會有什麼 會有 可能像是 專案執行啊 行政助理啊 媒體宣傳啊 或是像 專案氣候啊 或是像 現場執行啊 等等 那如果你有 就是可能像 市集的話 那就會有可能 就會有像 美食市集的統籌啊 就可能負責吃啊 攤位的這些東西 當然少不了的 一定會有 視覺設計嘛 那現場可能就會有 平面攝影 或是 動態攝影等等之類的 對 那接下來講到 硬體的部分 硬體的部分 可能就會有 硬體統籌 或是 俗稱的 激素統籌 沒錯 那還會有 樂器監督 就是可能 你樂器是跟別人借的 可能就會有 樂器監督 那還有 舞台經歷啊 或是像 現場執行啊 硬體執行啊 等等 那硬體執行 可能就分 舞台啊 燈光 音響 視訊之類的 那可能還會有 行政舞間啊 或者是 舞台執行助理啊 那你如果有場地方的話 可能就需要 跟場地方的洽談嘛 那就會有 場地空間的問題 對 那 那還會現場 可能還會有工讀生 大概是 我目前想到的 大概是這些工作 那至於演唱會的 有哪些呢 譬如說像 行政啊 宣傳啊 業務啊 企劃啊 機動啊 小編啊 等等等等 還有 翻譯啊 人力啊 保鏢啊 人力可能就像 工讀生啊 或是可能 票物口 或是現場 可能支援啊 等等 就是可能 幫忙站 站在那邊 管秩序的啊 或是幫忙看票的啊 那些等等 當然還有 導演 製作人 然後硬體的部分 硬體的部分 可能就是 舞台燈光音響視訊等等 舞台機關啊 之類的 那這場的可能還會有 唱片公司 跟經濟公司的人 大概是 我想到的 大概是這些 沒錯 那大家還可能會有疑問的是 關於 就是 識別證 就是工作人員識別證的部分 那大概會有分成幾種 像 AAA 或是 O-Assess 或是像 全區啊 這種就是 全區域的 對 那可能還會有像是 backstage frontstage 或是 關於 樂手 演藝人員啊 樂手啊 等 staff啊 媒體啊 或是施工 就是施工的 施工證啊 或是保安啊 等等之類 他們可能都會有 這些詞在上面 那大家還會有可能 疑問就是 想要來分享一下 關於 彩排的一些 到底彩排 到底才彩什麼東西 走上的話 可能就 舞台機關測試 然後 可能 舞者要試 然後 樂手要試音 然後 藝人要試音 然後可能 藝人的機關要測試 對 接下來彩排 可能段落彩 這樣 段落彩或中彩這樣 彩完之後 可能就 裝髮啊 然後觀眾經常 然後開演 大概是這樣 那 如果大家還想知道更多的話 就在下面留言吧 那我們 大概就到這邊結束啦 那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就訂閱按讚分享 然後開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好 好 太小了 了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